能吃由後來 沒吃過 靈魂屏障 既然來了 何必躲躲藏藏 不愧是耀臣的弟子 感知倒是不错 魂殿的人 听说耀臣的老家伙的古灵冷火和焚绝在你身上 所以想要拿来一用 还信念 我知道这里有两位斗子 不过有这灵魂结界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帮不了你 乖乖将焚绝交出来 今夜便饶你 别做梦了 不定我何忧心去 尽分 是吗 去 明晚不灵 去 呜 去 可惡 居然完全没有反应 凭你的实力 还是别白费力气了 好啊 三种义务 看来这次收获不小啊 这个力量 这就是分厥的威力吗 哈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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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这一切 不将是我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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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颜 小颜 你没事吧 我还好 那下火不是寻常之辈 你们也要小心 小颜 算你运气好 期待我们下次相见 哈哈哈哈 小颜 小颜 我还会来找你的 哈哈哈哈哈哈 多谢前辈出手相助 故人弟子自然是要多加照料 老夫本体不能抽身 只能分神震胜 小颜 今后 你可得多加小心 老师和丹塔的关系 看来还不错 明日你来丹塔一趟 我有一事告知 盛长老会带你入堂 另外 小心玄冥宗 你的情报 应该就是他们透露给魂殿的 玄冥宗 叶重长老 明日 还需麻烦您去打听一下玄冥宗 放心 我这就去安排 能施展灵魂屏障满过我等 日后对上此人 定要小心 他的实力比我略强一成 但若真要拼起来 却不见得能胜过我 这次他没得手 定会再来 我们要小心防备 消炎心系药老重塑肉身之事 寻找炼制生虎溶血丹的药材 在此期间 消炎在天火尊者的提醒下 得到神秘铜片 并震慑住了 试图强取豪夺的玄冥宗 少宗主陈贤 神秘铜片在一火的断烧下 竟然凝出五粒 能增强灵魂灵气的玉林粉尘 吸收了一粒玉林粉尘的消炎 意外以灵魂之力 窥溅三千燕炎火 却不知 他的无意之举 已经引起丹塔三大巨头的震动 叶家 考核第五名 再有一次 便逐出丹玉五大家族 叶长老 就是这里了吗 这里便是五大家族考核的地方 萧炎先生 只要您能在此次考核中 排到前三名 我叶家往后 愿以萧炎先生马首示战 叶长老 我萧炎既已答应 便自会全力以赴 嗯 走吧 叶家到 上方便是丹曹白秋四大家族的席位 丹家丹宣 丹家这次考核应该是由他出手 他的炼丹天赋在整个丹家也是数一数二的存在 原来是他 原来是他 好奇特的帝制 嗯 白家白鹰 如今白家最出色的年轻一位 白家与叶家积怨已久 他们绝不会给我叶家任何翻身的机会 而邱家派出的则叫邱姬 虽名声不响 但同样不可小觑 嗯 至于曹家 曹家到 曹家三大天才 为首的便是曹颖 不过他应该不屑出手 曹丹败于你手 那如今能出手的便只是曹修了 就是那个小子 破坏了我曹家和叶家的联姻 没想到 他居然是奇品终极炼药士 你便是那个硝烟 我听曹丹说过你 你水平不错 希望你不要因为一些行为 把自己给扯入泥潭中 多谢忠告 不错 既然人已到齐 那考核便开始吧 有请五大家族代表进场 硝烟大哥 加油 硝烟 叶家 就靠你了 见不过成章了 嗯 我们的考核分为三项 而这第一项便是测魂 若是测魂时 你们依次将灵魂力量输入其内 测验出灵魂值达到四阶以上便是及格 而这些年考核的最高记录便是曹颖 他当年魂值达到了九阶 至今未有人突破 不知你们几人能表现如何 我先来 软座 七卷 少也果然厉害 哼 登于 的 尊 八截比球技还高一截 不愧是我白家少主 是八截中断 真不愧是大哥 九截 不愧是丹家下一任的掌握人 绝非常人能比啊 是啊 在同辈中 这丹宣算是相当不错了 看你叶家如何翻盘 测灵魂之力 哼 这 这是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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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抱歉 这 不需要赔吧 呃 不需要不需要 这点经费还是有的 嗯 测试时虽爆 但老夫的感知来说 你的灵魂力量约在十四阶左右 已打破了曹营当年留下的记录 十四阶 这 这怎么可能 好厉害 不可能 这绝对不可能 社长老 您老人家不会判断错误吧 嗯 你是在质疑我高阶炼药时的灵魂感知吗 嗯 我宣布 灵魂强度测试 到此结束 医名 消炎 爷爷 你看 叶家有救了 看来这次 来了个不得了的家伙 接下来的第二项考核 灵魂操控 上方是由魂钢制成的测魂珠 用灵魂操控此珠宛如承载千金之物 你们谁用灵魂之力 接下的测魂珠最多 便是此项考核的优胜者 名次 以此类推 这项记录 当年也是由曹营所创 他一次性接下了八十九颗 接下来 看你们能接多少了 不信 坚持不住了 抽鸡 四十一颗 白鹰 四十三颗 曹萧 五十六颗 白鹰 六十六颗 小爷 再不动手 珠子就没了啊 这些 应该够了吧 就 九十三颗 这么肥 就这么玩了吗 有意思 那天果然没错 他 非常强 承让了 小爷大阁好帮 好手段 真厉害 混蛋 风头都让他给抢走了 我宣布 第二项测试 硝烟以九十三颗的成绩 依旧保持第一 并打破了曹营当年创下的记录 最后一项测试 灵魂力量的攻击性 圣长老 按照规矩 上一届冠军所属家族 有一次换人的资格 曹家想要中途换人 不知可否 好 请放心 我不会胡来 只是手痒了 想找硝烟先生试试 既然曹颖小姐都这般说了 那硝烟愿意奉陪 风度不错哟 曹修大哥 让我来吧 既然都没问题了 那么考核便开始吧 你 这 这怎么打 退出吧 好 好了 现在已只有你我二人 便不用再有所顾虑了 硝烟 只要你接下来 能接我三季灵魂掌印 那我便退出 当然 即便此刻你退出的话 那也能够保证第二名的名次 叶家 也算得救 所以你是接 还是自己离开 曹颖小姐 请 硝烟先生果然气度非凡 既然如此的话 那小女子 可就献丑了 原果烟药师 能够将灵魂力量的威力 发挥至最大 这种手段 被称之为魂技 我受过类似传承 你可要小心哦 原来魂技 还封为攻击和修炼两种类别 好东西啊 再来 这硝烟 竟能与曹颖这种妖女硬碰 而不落下风 这一掌 即便是一些七匹高级的炼药师 也接不下 是啊 这硝烟果然不简单 说不定会如同丹臣一般 是我的劲敌 你 这硝烟 是 这硝烟 这硝烟 是 这硝烟 再来 怎么可能 他竟然看了几眼就学会了我的光景 他竟然看了 这下经费可不够了 三长已到 你赢了 小眼 当会上一定要全力以赴 我宣布 此次五大家族考核 第一名是代表叶家的硝烟 而叶家 也成功通过此次考核 恭喜 魂寿宴 丹塔居然有如此强大的魂机传承 真是不许此行 灵魂张毙 灵魂屏障 既然来了 何必躲躲藏藏 不会是耀臣的弟子 感知倒是不错 魂殿的人 听说耀臣的老家伙的古灵冷火和焚厥在你身上 所以想要拿来一用 还行艳 我知道这里有两位斗子 不过有这灵魂结界 他们一时半会儿也帮不了你 乖乖将坟绝交出来 今夜便饶你 别做梦了 明晚不离 不准备 可恶 可恶 完全沒有反應了 哼 憑你的實力 還是別白費力氣了 好啊 三種義務 看來這次收穫不小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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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顏 你沒事吧 我還好 那家伙不是尋常之輩 你們也要小心 好啊 小顏 算你運氣好 期待我們下次相見 想走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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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顏 我還會來找你的 哈哈哈哈 多謝前輩出手相助 我 故人弟子 自然是要多加照料 老夫本體不能抽身 只能分神震盛 小顏 今後 你可得多加小心 老師和丹塔的關係 看來還不錯 明日你來丹塔一趟 我有一事告知 聖長老會帶你入堂 另外 小心學明宗 你的情報 應該就是他們透露給魂殿的 玄冥宗 葉重長老 明日 還需麻煩您去打聽一下玄冥宗 放心 我這就去安排 能施展靈魂屏障滿過我等 日後對上此人 定要小心 他的實力比我略強一程 但若真要拼起來 卻不見得能勝過我 這次他沒得手 定會再來 我們要小心防備 我們要小心防備